注意看 当日本选手以最高难度动作 完成堪比男子组的跳水后 全场的观众无一不被震撼 就连解说都感到不可思议 甚至他们的巴卡教练 更是疯狂的震鼻欢呼 嘴里大喊 要洗腰血 死故意 貌似这位金牌已经挂在了他们脖子上 但他们似乎忘了 他们的对手可是中国队 提前庆祝难免会被啪啪打你 这一幕发生在杭州亚运会 跳水女子三米版决赛上 由于中国队现在有陈奕文和陈雅妮这对双保险 所以其他的选手想要击败他们两个人 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在中国跳水队具备统治力的时候 居然有外国选手不自量力 这名外国选手是日本选手 在前些日子进行的跳水世界杯西安战比赛里 三上沙耶克获得第三名 这让他信心打扰 他说能赢得奖牌 我可以说自己处在世界顶端 我的目标就是赢得奖牌 我希望在世界杯赛场或者这个赛季里 击败中国运动员 没想到这名日本选手居然信心爆棚 仰仰要击败全红蝉的师姐陈奕文 真是不自量力 那么他的愿望能否成真的 下面就跟随小编的解说 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现场一赌为快 本次能够勉强跟中国队对抗 除了视频开头的日本选手 还有一位是来自韩国的老将 首轮都是规定动作4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0 率先出场的是日本选手 完成质量相对理想 拿到了57分 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韩国选手 跟日本选手大同小异 拿到了相对不错的58.5分 最后就是中国队的王炸组合 先来看看昌雅尼的表现 完成的相当不错 嘴花明显比前两位处理的好 裁判给出69分 再来欣赏一下陈奕文的完成效果 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陈奕文 今天上午 陈奕文是全场唯一一位 每一跳都得分在70以上 所以累积在一起 已经是达到了376的高分 这一跳啊 非常不错 相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果不其然 这一跳质量相当高 拿到了76.5分 首轮结束 中国队的王炸组合名列前谋 其他两队紧随其后 我们再来看第二轮 出场顺序不变 依旧是日本队打头阵 他选择的动作是难度3.1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从他教练的表情不难看出 这一跳应该是稳妥了 裁判给出了69.75分 韩国队带着同样的动作出场 一起来比较一下 虽然空中没毛病 但是水花处理的并不漂亮 裁判给出60.45分 随后出场的两位中国选手 都选择了难度3.0的20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率先出场的是昌阳一 算是稳定发挥吧 拿到了67.5分 再来欣赏一下陈奕文的205B 瞧瞧这空中动作 在瞧瞧这入睡状态 完全就是妥妥的水花消失数 裁判毫不吝啬地 给出79.5的高分 两人结束 陈奕文依旧霸占榜首 长雅尼紧随其后 紧接着第三轮开始 日本选手选择的动作是305B 反身翻腾两周半 难度系数3.0 最后起跳这一步出现了一些问题 真是太可惜了 从起跳就开始放飞自我 直接致敬菲律宾炸鱼 仅仅只拿到40.5分 但愿接下来出场的韩国选手 不会受到影响 还算可以吧 拿到了57.4分 那么同样的305B 中国选手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呢 先来看看昌雅尼的表现 依旧是稳定发挥 拿到了70.5分 最后就是陈奕文的305B 瞧瞧 这就是中国梦之队的水平 即便出现了失误 完成质量依旧让其他选手望尘莫及 裁判给出67.5分 三轮结束 前两名没有变化 韩国队紧随其后 日本选手三上由于炸鱼跌落至第五 我们再来看第四轮 为了求问日本选手将低了难度 选择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两周板 好在心里承受能力够强 积极调整拿到了66分 随后出场的韩国选手 选择的动作是305B 反身翻腾两周板 很可惜 这一跳一砸锅收场 仅仅只拿到54分 紧接着昌雅尼出场 他选择的动作是向前翻腾三周板 难度系数3.1 虽然水花并没有完全压死 但整体无伤大雅 裁判给出69.75分 陈奕文带着同样的动作出场 那么他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个人会觉得 他这一条还是要求一个稳健 其实距离板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整个人的姿态 还是非常的有控制 非常从容 也是质量很高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相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这一条再次拿到77.5的高分 斯文结束 冠亚军基本已经锁定 看来中国队能够好好的享受比赛 下面就是日本队和韩国队的铜牌争夺战 万万没想到日本选手竟然不屑同台 在最后一跳选择了难度3.4的5154B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完成的很好 这一条完成的质量是不错的 三上沙也可的5154B 这是全场的最高难度的动作 好家伙 这一条直接认惊解说 他的教练更是激动不已 拿到了71.4分 压力一下就给到了韩国队这边 但愿这位美女能够扛得住 起跳退板比较多 真是太遗憾了 在日本队的高压逼迫下 韩国选手直接无缘奖牌 但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并没有放在眼里 昌雅尼为了求闻选择了5152B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难度系数3.0 这位一直是稳定性选手 拿到了73.5分 目前排在第一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陈一文身上 因为他这一跳将直接决定冠亚军的去向 究竟谁会笑到最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跳陈一文再一次上演了水花消失数 向外国选手展示了中国跳水队的实力 拿到了9.0的有效分 81分的成绩也是全场最高分 最终比赛结束 陈一文以总分382分强势夺冠 昌雅尼则以350.25分屈居亚军 但即便只拿到了亚军 也狂甩日本选手三上45分 就这样的水平 还妄想挑战全红禅的师姐陈一文 真是不自量力 那么你们认为 中国跳水梦支队是不是无敌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组合太离谱 将双人跳成一个人 无敌是多么寂寞 不得不说 实在太离谱了 他们甚至已经将自己转成了烽火轮 却依然能保持恐怖的同步率 他们究竟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才能换来这惊艳绝伦的遗愿 相信关注杭州亚运会的都知道 就在今天下午 我们的王炸组合将再次强强联合出展 向本次亚运会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发起冲击 他们一位是奥运会冠军全红禅 一位是世锦赛冠军陈玉希 王炸组合一出手 真是一点也不给其他队活络 毕竟他们所到之处 必定包揽金牌 如果你不相信 那就让我们回到最新的2023世界永年世锦赛 女子双人跳水十米台决赛现场 看完你就知道 中国跳水队在跳水界的地位如何 本次能勉强跟中国队抗衡的 分别是英国队跟美国队 首轮率先出战的是英国队 他们选择的动作是难度2.0的2.1比 向后翻腾半周 这一跳是没什么问题的 难度不大 同步性也很理想 拿到48.6分 紧接着美国队出场 他们的动作是3.1比 反身翻腾半周 难度系数2.0 从水花不难看出 这一跳不是很理想 果不其然 裁判给出45.6分 中国队压轴出场 选择了跟英国队同样的动作 看看王诈组合能有怎样的效果 看看这同步性 即使在慢进回放的情况下 他们也是丝毫不差 连教练都恨不得同步 裁判更是毫不定次地 给出56.4的超高分 第一轮结束 中国队毫无疑问霸占榜首 英国队排在第三 美国队由于发挥不是很好 排名字比较靠后 紧接着第二轮开始 出场顺序不变 依旧是英国队打头着 他们这次选择的动作是3.1比 反身翻腾半周 难度系数2.0 算是稳定发挥吧 拿到48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 他们选择的动作是 难度2.0的2.1 向后翻腾半周 相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他们仅仅只拿到了38.4分 最后中国队选择的动作是301比 反身翻腾半周 难度系数2.0 好家伙 跳完之后解说都被惊讶到 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是两个人 连水花都几乎是一样的 这一跳拿到了57.6分 不得不说 发挥的真是越来越好 两轮过后 中国队依旧排在第一 德国队紧随气候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轮 本轮都是规定动作 难度3.0的107比 向前翻腾三周百区 率先出场的是英国队 看来他们的默契还是可以的 稳定发挥拿到了70.2分 接着来看美国队 好在没有受到上一跳的影响 水花处理的也很到位 拿到了相对不错的69.3分 那么同样的动作 跳水梦支队能有怎样的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为 虽然陈玉琪水花处理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整体无伤大雅 最后裁判给出79.2的高分 三轮结束 中国队占据领先优势 看来接下来的比赛 王炸组合可以尽情享受比赛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轮 本轮依旧是规定动作407C 向内翻腾三周板报夕 难度系数3.2 这条即便单人去跳也很容易失误 更别说双人了 先来看看英国队的表现 这个入水的效果很漂亮 瞧把解说给激动 看来这对姐妹花还是有点实力 70.08分的表现也很具有观赏戏 再来看看美国队能跳出怎样的效果 虽然同步性不足 但是水花处理的并不到温 仅仅只拿到66.24分 下面让中国队好好给你们上一课 空中姿态优美无比 入水瞬间醒钢针 同步率更是丝毫不差 拿到了目前全场最高分85.44分 四轮过后 前两名没有变化 美国队则成功追至第五 那么第二 三名次究竟如何 带着这样的悬念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最后的决胜局 最后一跳的动作都是5253D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难度系数3.2 究竟哪队更省一筹呢 先来看看英国队 没有问题 以74.88的高分 完美结束了比赛 目前排在第一位 再来看看美国队 江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虽然也拿到了同样的高分 但很遗憾第二条失误太大 不过这也成功将铜牌锁定 最后让我们屏住呼吸 一起来欣赏梦之队的炸力 冠军到手 恭喜中国队 瞧瞧 这就是中国跳水队的实力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很难想象他们是付出了多少 才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完成度 看他们的比赛 简直就是艺术般的享受 裁判都被折腾 打出了91.2的超高分 这中比赛结束 中国队以360是9.84分的总成绩 成功将金牌收入堂中 更是以断崖式的领先狂甩队手 不得不说 他们实在太出色了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 他们在今天亚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那么你们认为中国跳水是不是无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